OPPO刘作虎 完美的产品不可能存在 定价激进是希望产品让更多人用 凤凰网科技讯 12月15日 OPPO在深圳举办线下发布会 推出了旗下第一款折叠屏手机OPPO FUNDERN 这也是刘作虎回归的首款作品 发布会后 OPPO首席产品官刘作虎 接受了凤凰网科技的采访 透过了FUNDERN背后更多的细节 关于折叠形态的确定 刘作虎称目前上下折叠的实际体验价值还不够 所以抛弃了这种情态 另外用户买折叠屏 是希望有大屏的体验 做一个产品 首先要好看还好用 但手机的外屏却只有60赫兹 体验上会有明显割裂感 另外手机也并不支持65W Superbook闪充 让人觉得产品总是差了那么一点 比如既想要7毫米的厚度 又想要5000毫安时的电池 这就不现实 据留作虎透露 手机最初定的目标是260克 但最后没有达到 不够最终275克的重量 在Find N的厚度和尺寸上体验也是很好的 如果做得太轻 会很廉价 太重用户又会无法接受 作为代表探索的Find系列 OPPO Find N并没有使用屏下摄像头 而是内外配置了两个相同的打孔前置镜头 但Find N同样体现着探索精神 虽然折叠屏不是新技术 但其采用了OPPO自研的水滴鞠链技术 并且和三星联合研发了水滴形态UTG多理 解决了折叠屏折痕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手机还保证了单手可控的尺寸